孙子给他为汽油换电池,直到离开人世 门铃响起老奶奶打开门,看到了一个快递 箱子上留了一张纸条 老奶奶的儿女没有时间回家 于是买了一个机器人来陪伴他 老奶奶叹了一声,打开了箱子 启动机器人之后,老奶奶给了他一个扫把 从此之后,家里的家务都被他承包了 忙完家务,机器人还会陪着老奶奶欣赏日落美景 奶奶吃饭时,他就一旁乖乖地喝着汽油 时常会把嘴巴弄脏 电池没电时,他就像个泄了气的皮球一样 奶奶马上为他换上电池 机器人又满血复活 他的生活都围绕着老奶奶,无微不至地照顾着他 同时,机器人也有自己的梦想 就是去游乐园玩 老奶奶默默地将一切看在眼里 会在出门的时候,为他买回好喝的汽油 机器人高兴地就像个孩子 一年过去了,今天是机器人的生日 奶奶拿出了早早准备好的游乐园门票 给了机器人一个惊喜 他开心极了 老奶奶让他进去拿帽子 两个人出发去游乐场玩 机器人乖乖地听话了 可当他把帽子拿出来之后 老奶奶却没了反应 机器人想起了什么事的 从家里拿出了电池 装在了老奶奶的兜里 但他依然没有任何反应 机器人又从家里拿出了许多的电池 一块一块地放入 还是没有任何反应 机器人似乎明白了 老奶奶永远地离开了 于是机器人紧挨着老奶奶 陪他看了最后一场日落 从此之后 家里只剩下机器人了 没有人打理的他变得破旧 电量也即将耗尽了 他坐在了奶奶的椅子旁边 看着奶奶的帽子闭上了眼睛 再次睁开眼时 他看到奶奶出现在面前 露出了慈爱的笑容 机器人十分的开心 拿起了一直藏在怀里的门票 拉起了老奶奶的手 一起往游乐场走去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分钟 却描述了一段催人泪下的感情 希望大家有时间多陪伴家人 对于老人来说 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好了 这些人是最珍贵的